烈焰大火 照亮整个天空 还不时发出噼里啪啦声响 立刻出动破坏器材 又将门锯开 抢救屋内 受惠民众 家属心急如焚 一路赔偿救护车 消防员最后在户归屋内 找到两人 86岁的郭姓妇人意识模糊 看护则是送医补治 跌点在新北市戏指 由于现场是资源回收场 火势燃烧迅速 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在火吊科进步厘清 同样发生火警的则在板桥 熊穷大火不停往上窜 黑烟白烟夹杂 火车几乎要吞噬整个铁皮厂房 让人看了触目极心 成果百名的消防队员 干到场了 水先灌救 有一大部分 几乎烧成灰烬复制一具 舰场是一处撕着马场 起火点疑似是电源箱 火是造成一匹马一只狗 两只鹦鹉逃生不及而死亡 火真的太大 我连第一个马救门都没办法开 我怕火一直延伸 业者想抢救却也来不及 而死亡的马儿叫做王子 前马主是议员应小薇 应小薇得知消息也感到难过 王子六年前才转卖到马场 今年22岁要价五百多万元 跟民众互动融洽 如今发生汗事让业者相当不舍 记者张又茨 杜与萱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人口自得 权料 感谢观看